你要认错 认错以后你重新再 重新再做一篇论文出来 你会得到更多的人的尊敬 一样这段话也是送给林市长 可以重来的 你还年轻 认错没有那么困难 掌控权力的人 那会因为态度的傲慢 那就把整个民主的真谛 跟事实的真相去做掩盖 他的目的就是要继续获取政治权利 认错是要给你提出担当的 结果你认错所有的都是上海天理 这就违背我们国家的价值 那所以用一致的标准来检验 我记得高雄补选的时候 也是一个论文的问题 那对候选人穷追猛打 打到当时我去看候选人的时候 他几乎崩溃了 那我记得我说过一句话 我说你要认错 认错以后你重新再 重新再做一篇论文出来 你会得到更多的人的尊敬 一样这段话也是送给林市长 可以重来的 你还年轻 认错没有那么困难 我想如果危机处理 单纯从派系的利益来看 很难换 但是你越不换 也因为派系的问题 恐怕 逼你换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如果你当事者你态度都不出来 那你就是想要凹 想硬凹 软凹 然后最后想要满想要骗 所以不可取 当时是郑文昌跟蔡英文的利益 所以这个东西会烧到郑文昌的蔡英文 会 因为郑文昌伤得不大 因为他郑文昌本来是反对 郑文昌最早就说 桃源没有你的名字 那就是 后来是因为郑文昌被蔡英文妥协 他的提名将来的2024 必须有机会还要仰仗蔡英文 他想要接隔魁也必须仰仗蔡英文 所以他不会选择这样做 他一定会变成航瀉仪器